怎样可得到我们所渴望的事物? WH疗愈提升频率的十种方法 当你与渴望的事物频率一致时 万事万物为你而来 大家好,我是威尼能量疗愈找出原因解决问题 振动频率和能量层级决定着我们人一生的命运和健康 天上繁星地上人间都是一样 频率越高星星就越亮 频率低自然也就越光亮暗淡 那么我们怎样可提高振动频率呢? 一、首先,自身能量的清理 我们人体有七大能量中心就是七个脉轮 不同脉轮有不同的赫兹振动频率 清理脉轮及其周围能量就是清理身体的不同部位 其中的方法有,有脉轮冥想音乐清理疗法 夏威夷零极限能量疗法 宇宙源头光极光密码能量疗法 有高频经文咒语能量疗法 道歉宵夜能量疗法 大礼拜能量疗法等等 根据身体具体情况采用不同方法 二、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情绪起伏及思想 不让低频情绪或思想影响到自己的能量层级 养成积极正向的好习惯 时间久了习惯就成自然 三、经常帮助他人或有帮助他人的心 是最直接最高效的提升能量和赈品的方法 也同时积累了功德 犹如储蓄 在宇宙金钱等于能量可互换 在人间我们有事情 有疾病是用金钱来协调来治疗 在灵界用能量来协调 能量等于金钱等于功德 可相互转化 没有功德积累就等于没有金钱储蓄 于是就不能协调摆平了 坏运气不健康事情就发生了 四、佩戴能量时水晶等等能量物件 可帮助提升能量和振动频率 不同颜色的能量时对应不同的脉轮 治疗不同的疾病 五、到大自然中去或去海边或泡个言语一样道理 在公园或大自然中会对人体产生积极影响 是天然的提高频率疗法 大自然能量还可助我们连接到宇宙高纯能量 六、感恩之情 真诚的感激具有高频振动频率和能量 说出我们在那一刻的感激 七、冥想打坐方法 可有效地提升我们的能量和振动频率 即使没有完全进入禅定 也一样得到了内心的平静与安宁 和听佛歌或高频音乐一样 会迅速提升我们的振动频率 八、与能提升能量的人在一起 享受闲暇时光 九、赞美他人 爱自己和家人及和谐的人际关系 十、做白日美梦 越具体越好 可放大吸引力法则 让我们有时间与渴望的事物保持频率一致 祝愿我们大家能量和频率都得到提升 当与渴望的事物振动频率一致时 就自然万事万物会为我们而来 接下来的七个小视频就从脉轮清理一个一个的开始 我是WH灵疗找出原因解决问题 希望可以帮到你 感谢观看